三个交易日 股市总值蒸发了二点五万亿美元 创两千年以来最差开均匀 接着中国股市由于熔断期值 再次保折 师傅 要房吗 便宜了 我知道 钱我一定会还的 你放心 我手里还有一批钻石 价值三百万 如果短期内股市的钱回不来的话 我就把这批钻石折现给 你手里最好真的有钻石 不过我告诉你 现在得还五百万 别忘了你那两辆车已经抵押在我这儿了 最多再让你开三天 好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就这样 这个词官啊 多年前在首播五岸展出 我有幸一度风采 搁得现在如果拿到俗书饼去拍卖 至少能拍一个亿 可惜的是啊 就是那次展出之后的 这个词官就失去了 至今下落不明 ATA 谁呀 我 你怎么找这么一破地方啊 家里的老孩子 多少年没人住了 来来来 喝点 那买家联系怎么样了 我已经联系上一个日本人 不过现在出售 卖不出高价 太那么亏了 可东西老放家里头不安全呀 今天公安到博物馆 把所有工作人员都问了一遍 重点怀疑我们保安 我怕早晚露出麻将 你要是觉得危险呢 可以把你那些东西 拿过来放我这儿 你这屋子也不大 东西能往哪儿藏啊 到时候公安一来 一搜一个准 山人自有妙计 这 这就是你的妙计 跟你商量个事 就这罐 我挺喜欢的 你看咱俩 能不能换换 不换不换 当时分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是说好的 一旦分完了 就不能反悔 再说了 你喜欢有个屁用 东西又不能在家里摆着 迟早也要卖掉 大不了 我两个换你一个 说了不换就不换 哪那么多废话 我可看报纸了 这个罐可是大头 你这欺负我是外行 占我便宜了 你少了这套 当时我可是让你先挑的 你自己不识货 能怪谁啊 刘哥 咱做人要厚道一点 要是没有我 你连个瓷片都摸不着 别再给我纠缠这个了 真要撕破脸 我弄你太容易了 你只是个小保安 我是个惯犯 我怕你在里边扛不住 你想多了刘哥 我 我没有那意思 行 不换就不换 来来来 喝酒 那我先走了 晚上还值班呢 初级